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呢 月啊 月是什么什么 月是什么什么啊 那么 月是非常危机的情况 那么 遥用时期啊 月是危险的时期 月什么样呢 把这个机会呢 把这个危机呢 变成这个什么呢 机会的 这个智慧是非常需要的 需要把这个危机变成智慧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智慧是非常需要的啊 那么 机会的 这个 后面加什么呢 变啊 月的 机会的 把 枯能 智慧是非常需要的 那么 这个 把 枯的呢 是表示换 那么 这个 能呢 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什么 那个 惯形词 惯形词形来修饰这个 智慧 修饰智慧的啊 所以 这里用这个 能动 看表现答案 把 枯能 智慧是非常需要的 那么 第二个呢 오랫동안 몸에 뱀 슈과는 쉽게 什么什么 않는다 那么 오랫동안 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啊 那么 몸에 뱉다 那么 뱉다 몸에 뱉다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答案 我们今天来学一学啊 表示呢 已经呢 上升了 什么叫上升呢 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啊 那么 很长的时间 形成的这个习惯了怎么样呢 쉽게 쉽게 很容易很容易的变 被变 被改变是不容易的啊 那么 被改变我们这里要选择一个被动词 那么哪一个是被动词呢 爬 举的 爬 举的 是被动词 所以怎么改呢 슈과는 쉽게 爬 举지 안는다 是不会容易被改变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那么 我们再说 形成习惯怎么说呢 몸에 뱉다 몸에 뱉다 后面加这个 니은 是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为了修饰这个名词习惯啊 这个 已经呢 是非常这个 已经是身体及习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这样的意思啊 那么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也是一样 那么 第三和第四道题呢 在括号里面填上这个普达 或者是这个普一达 普达跟普一达有什么区别呢 普达是看啊 这个动词看 能动 那么这个普一达呢 后面加这个 니呢 表示被动 被看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应该填什么 第一个呢 什么什么可是 全部 믿으면 안 된다 那么 什么样的东西呢 全部相信的话呢 是不行的啊 全部相信的话 是不行的 什么东西全部相信是不行的 我们看到的东西 嗯 我们被看到的东西呢 全部相信是不行的啊 那么怎么改呢 普一达可是 全部 믿으면 안 돼요 普一达 我们被看到的啊 比如说 我们每天发朋友圈 吃喝玩乐的照片 那么这个呢 是他被看到的啊 那么 被看到的这个事情呢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我们不要相信 被看 眼睛被看到的 这样一个东西啊 这样的意思 那么 第二个呢 百分得能够不大 憨本什么什么 可惜 那大 那大什么意思啊 是更好的意思 更好 比什么什么更好 那么呢 百分 百是一百 一百次 比起一百次听到的话呢 看一字很好 就什么 百文不如一见啊 百文不如一见啊 百文不如一见怎么说呢 百分得能够不大 憨本不能够是 怎么样呢 憨本不能够是 哪大 所以是什么呢 不能够是 不能够是哪大 百文不如一见 嗯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知识点啊 那么 被动词呢 加有一大和结合的时候呢 表示这个状态的持续 表示状态的持续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 たった 打打表属关的意思 比如說 关的意思,那么谁把门关掉了, 点一下, 所以, 無にたちよいた。 這個ただ的被動句是什麼呢? たちだ,後面加這個ひ。 他在讀的時候,他讀什麼?たちだ。 たちだ這麼讀,たちよそよ。 誰呢?把門關掉了。 因為這個たちだ是一個被動的形式, 前面加這個意。 無にたちよった。 第三句呢,無にたちよいた。 這個たちだ後面加這個おいた。 表示什麼呢? 表示動作持續。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了被動詞後面加阿阿吉だ。 表示動作持續的狀態。 這個門處於一個被關注的狀態。 這樣的一個意思。 比如說,還有什麼呢? きょうちょいた。 きょうだ什麼意思?きょうだ。 きょう,きょう什麼意思?開的意思。 きょう Rita,きょう cuidado. きょうonda的被動句。きょうちょいた。 這個燈呢在被看著呢 dancersに叫きょうちょいた。 きょうちょいた。 きょうちょいた。 n 1943? きょうちょいた表示了關的意思。 きょうた défin增加就是關的意思。 きょうで字叫 practical bepoints cool butзуた . きょうちょいた表示被關。 這個燈是被關的一個狀態。 燈是被關的一個狀態。 きょうちょいた。 きょうちょいた。 きょうbalanceいた。 きょうちょいた。 きょうちょいた名字 Việt意识讚。 きょうちょいた什麼意思? 表示呢,被关的意思,这个门是被关的,被锁起来了,参与意思,也表示一个状态,还有呢,尘了一大,我们经常说,这个门呢,是属于开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被动句加阿尔一大的时候呢,表示什么呢,动作持续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看一下,练习写一写啊,那么第一个呢,用这个タチダ来写,刚刚我们讲过了这个タダ, 表示关门,タチダ是这个タダ的被动的形式,那么積まれぬ,かげむに,怎么怎么样呢,呼吸满た,那么周末呢,这个商店的门呢,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地方呢,非常多,那么タチョイタ,タチョイヌ,呼吸满た,我们来看正确答案,タチョイヌ,那么这个タチダ后面加这个阿尔一大,表示了这个门, 门关的这个状态啊,文にタチョイヌ,呼吸满た,后面加这个呢,表示冠行词形,修饰这个空,修饰这个场所啊,那么第二句话呢,我们用这个 我们知道很厉害的能动的是这个能それ以后的 反过来呢 这个门呢是被开的这个状态 那么这个开的状态叫 那么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这个女人呢 这个包怎么样呢 那么她不知道 她的包包呢已经被打开了 她在一边走路一边 她不知道这个状态 不知道这个包呢被打开了 还在那走着呢 那么这个kota呢 是走路的走的意思 那么kapani怎么样呢 kapani 连这个都不知道 她就这么一边走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讲的是韩语的被动句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会讲这个始动句 那么jolleban tame si ganda mannaya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